1 2 3 GO 第一筆一下下去 你就會知道這個作品的成功與失敗 所以我這一筆 決定愁俗三個小時 怎麼了 你怎麼眼眶泛淚 好香喔 我的媽呀 你剛剛露出了一絲娘氣呢 那怎麼可能 我真的好熱心喔 他現在是下了大雨 但是還是很多人站在床底上 都在這邊聽不懂 不行 輸了 沒錯 來 以前小時候就常來耶 但今天我們將踏離這裡 我遇見了未來 我看到了即將毀滅世界的燃燒的陰影 你也看到了 不是嗎 為毀滅之城而在 你摸摸 這是什麼巫術 更多的巫術 天雅白甲 太入戲 放鬆 太入戲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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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 可以真的感受到 他真的很喜歡魔獸 有在玩 這麼多人在玩魔獸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從台灣 唯一的 阿薩斯雕像開始 時尚 由台中的西區 別的我不敢說 時尚來說 現在最流行的就是 來 我們 這邊拿 這邊拿 肌肉已經不流行 你走這麼快 喂 既然是全亞洲唯一的 阿薩斯雕像 怎麼可以輕易放過它 當然要好好的來去 近距離的給它朝聖一下 阿薩斯 是 阿薩斯在這裡 他不會走 來放鬆一下 他不會走是不是 他不會走 他就在這邊 我們這樣近距離看到 你看它多麼高大雄偉啊 我覺得高大之外的 你看它的細節 就讓人非常非常的驚嘆 骨骼露出來的那個部分 對啊 而且它的布料 那個皺褶 破洞 而且真的是栩栩如生 但是說到阿薩斯 我知道很多人在玩 但也有人沒有在玩 你知不知道它的故事 其實它這個角色在裡面 算是一正一行 然後它為了要去變得更強 所以它接受了就是 比較魔性的一些物質 讓它變得更有power的事 對 但它最後最厲害的是 它可能殺害了很多人 但它最後呢 殺了它自己 哦 是不是有點淚眼淫眶的感覺 就是這樣改人啊 就是它 就是它 風由那邊吹來的這位猛猶者 阿薩斯不愧是魔獸世界裡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許多玩家來到這裡 一定都要來朝聖一下 拍拍照才能走 就連魔獸米阿達也拍照拍到 哇我差點不肯走 而且這裡還有i-bike站點 邊騎著自行車就可以來到 另一位靈魂人物 野精靈伊利丹的畫像 是不是很時尚呢 接下來 大佩竟然帶著阿達去到文化中心的圖書館 到底要做什麼呢 文化中心 有沒有書箱氣息感受到了嗎 你今天是要帶我去圖書館嗎 圖書館只是一部分 可是呢我是要帶你吸收一些 文化啊素養啊還有藝術提升 欸你這樣是不是說我沒文化 沒素養 要幫我提升 有這麼明顯嗎 聽出來 沒有啦 我跟你說呢 我們這裡的台中文化中心這邊 其實不定時都會有一些活動 然後現在呢你看 有這個蝴蝶飛舞的感覺 真可愛的吧 所以我們今天到底來這邊是要幹嘛的 我們來這邊喔 除了可以親自的跟這些蝴蝶有互動之外 其他有問題準備好的話 我請一個專家來跟我們說一下 主位你好 今天好熱鬧喔 今天是有什麼特別的活動嗎 今天我們到文化中心呢 就是在舉辦這個 花蝶共舞裝置藝術的一個民眾參與的活動 花蝶共舞 對 所以這些也是裝置藝術的一部分 您看到了這個就是一個蝴蝶的裝置藝術 今年我們這個 花都藝術節 花都藝術季呢 就是從十月開始要展開 所以我們在四個文化中心呢 都會做這個裝置藝術 在我們大都藝術中心這邊呢 特別做的是 花蝶共舞的裝置藝術 這個主題是花蝶共舞 對 因為你知道嘛 台灣是福爾摩沙 對 那我們花都藝術又是以花為主 那花蝶呢又不可分的 Close 素有人文藝術的台中市 近年來更把藝術更加擴大 沒想到一般民眾還能一起參與 讓這活動更加有意義 來 這兩支筆給你們 哇 這個陶蝶 老師 這個陶蝶是民眾自己做的嗎 這個是老師做的 老師你做的 這我做的 我一支一支做耶 那這樣做的幾支 我大概做了一萬支 花了多久時間 為了這次裝置啊 花了多久時間 我大概這個暑假 這個暑假就在做這一個 兩三個月 畫這個陶蝶有什麼技巧嗎 我來示範好了 好 那我主要呢就是 我用的比較繽紛的顏色 看起來比較賞心夜幕 所以呢你看 我有藍色 藍色 老師握筆的方式都是 應該是書法大家 藍色 所以呢我把它放在中間 然後翅膀的地方 我再用其他顏色把它拉開 你們那麼聰明的人 發揮一下創意啊 未必喔 未必喔 沒自信 但是他這個老師做的這個蝴蝶上面的細節 很多耶 已經有紋路出來了 對啊 這個紋路是依照真正的蝴蝶去做對不對 是 那所以這是什麼 這個是鳳蝶 台灣鳳蝶 那阿達手上呢 阿達的就是我的變形的 變形的蝴蝶 比較抽象的蝴蝶 抽象蝴蝶 老師燒了一萬支 後來哪知道什麼蝶 什麼蝶 我有做蝶調查 有做蝶調查 有做蝶調查 對 你看福爾諾莎的美蝴蝶告訴你啊 所以我的符號選了蝴蝶 所以這個 這個線也有 也有意思的 就是你不要超過那個線 你可以慢慢的 修身養性 慢慢的塗 那個線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阿達你知道我帶你來的用意了吧 修身養性 然後提高我的素質跟我的文化 沒錯 小指翹起來 小指翹起來 對 那不就是另外一種 好緊張喔 緊張什麼 小時候做美囉 你知道這種藝術這種東西 你一筆一下下去 就會知道這個作品的成功與失敗 定生死就是 一筆下去 所以我這一筆 決定籌疏三個小時 那我待會兒來接你 好不要不要 好直接我開始 感受一下 我說阿達 還在左顧右看 快點下筆吧 能桃園心情也就這次啦 你看人家大佩多認真 說不定可以成為名律的藝術家喔 不錯不錯 兩人瞬間文化氣息提高到八十七分 完全不能再高 現在就來看看他們的作品 是不是也同樣令人驚豔 好 最後畫龍點睛是吧 畫龍點睛這一點 完成了我們的作品 那相信 你應該剛剛有稍微想了一下 你的作品要給它取什麼名字 當然有阿 但我想先聽聽你的 我的嗎 我的叫 浴火粉身 阿不是浴火蟲生 浴火蟲生喔 花蝴蝶 其實我們的設計算是蠻相近的 我們比較陽光齁 是不是 那你咧 各位 很明顯沒想法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覺得這很像一種餅阿 這個水果乾鳳梨 會是像這樣子 生活就在藝術 沒有其實我這個藝術創作理念是 中心點 就是它的身體 它主要要吸取到的是一種 來自外面的這個花的能量 所以呢 它會從它的這個身體出去 在它的精脈上面 都延展出來 那延展出來 到它翅膀的最邊緣的時候呢 就因為能量太公佩了 所以變成了紅色 那代表它可以正式高飛 那我們這一次的主題其實是時尚 你要怎麼呈現你的時尚在這裡 我剛剛不是講 講完了嗎 你說要時尚是不是 那就要把它別在衣服的這裡 時尚 時尚 最時尚 時尚 太時尚啦 這兩隻蝴蝶被冠名之後 更具時尚感啦 哇 這邊算是一個三代同堂的樣子 你們好 哈囉 你們在畫這個蝴蝶 對 你們怎麼知道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在網路上有看到 然後就想說帶爺爺來一起來參加 哇 阿嬤笑得很開心 今天特別漂亮耶 真的喔 謝謝 有被人來了 知道要上電視嗎 有了 有沒有 你畫的 哇 寶石那麼大顆喔 沒有啦 蝴蝶 這是你畫的 不對啦 就是很適合一家大小啦 而且我跟你說 這種藝術的東西 就是要從小開始補掉 所以妹妹自己畫一隻蝴蝶對不對 那你的蝴蝶為什麼選橘色 你喜歡橘色嗎 喜歡橘色嗎 爸爸覺得帶小朋友來這種 就是來到文化中心這邊做這件事情 應該很不錯吧 對啊 帶小朋友體驗那種藝術的氣息 所以這感覺很好耶 你來這邊動手做 一起複製自己的城市 沒錯 所以我覺得台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他們跟民眾是非常有互動的 非常的靠近對不對 今天還可以讓他們出來約約會 有沒有開心 你們可以出來玩一下 等一下再吃個東西 對 花蝶共舞的裝置藝術 真的只是花獨藝術季的 一小小部分而已 還有其他像戲劇舞蹈 音樂 彩階 文學創作等等 都是藝術季的一部分 有興趣的人 一定不能錯過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為了感謝你剛剛提升我的氣質 是 我現在也要回饋你一些東西 哪一方面呢 肚子應該餓了吧 對啊 中午時間差不多了 那 想吃什麼呢 我們外景通常都不知道預算關係 我們就吃一些經濟實惠的 我們剛剛氣質已經全面了 是 所以我要帶你去吃一點特別的 多特別的 Bonjour bonjour的餐廳 法餐 法餐 不會吧 你口袋這麼深啊 我口袋深 而且大家可以一起花 我剛剛 而且我還要帶你吃的是 台灣十大法式餐廳 等一下 有備而來的喔 有備而來 我剛剛這個不一樣 現在下雨那麼浪漫 你又提升了我的氣質 我一定要帶你吃法國菜 而且 我還特別是找 從法國空運來台的廚師 哇賽 空運來台 其實 我們之前 人不能這樣講 不好意思 那是一些動植物 喔 沒事沒事 但是肚子餓了 而且 這個回饋我就接受了齁 有氣質的回饋吧 對對對 就是 你的氣質提升 那我的那個 腸胃提升 腸胃 來 裡面請 味蕾也是 喔 不得了啦 沒想到阿達竟然這麼有品味 挑了這間位於精明路上 不管是從外觀到店內布置 都富有濃濃發國味的餐廳啊 一近來 彷彿就像來到了 Bonjour bonjour的法國 輕鬆用餐搭配小酒 美味的食物 親切的服務 讓客人又放鬆 及冰質如歸的用餐體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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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句是 你會說法文嗎 不會 OK 是不是就要先從法國的紅酒開始 沒錯 而且我們在這個地方 竟然能夠吃到 台灣十大法式餐廳 而且我覺得這邊的裝潢 就讓人家感到很溫暖很舒服 是小管子 它會比較讓人給一種南法的感覺 對 所以南法時尚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喔 對對對 而且呢 法國的菜 它一定要很長的名字 欸 例如 像這個就是 蒜香蛤蜊佐以法式麵包 那個佐以 非常的重要 佐字很重要 佐字 它不孤單 香酥油封鴨 佐以 馬鈴薯青醬 佐以 法式黃醬 這個名字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你正前方的這個 最可愛 你以為它是一個甜點 非營 它卻是一個青菜的沙拉 喔 那名字是 Mimosa 這個卻這麼短是不是 Mimosa 雞蛋佐以一些青菜沙拉 OK Mimosa 它味道很 很純粹很直接 就是你不會吃出什麼 猜不到的東西 很香吧 因為它口感是有蛋黃的味道 但是卻又像美乃滋跟蛋黃混合在一起 因為香氣有點金沙的口感 金沙 金沙 金沙豆腐那個金沙 也不是海裡的金沙 也不是小吃力的金沙 不是金沙吸引力 OK 白人無法擋的金沙 說真的 雖然只是一道小小的前菜 但味道可是一天也不馬虎 綿密的蛋黃 經過主廚精心調味之後 質感瞬間提升 舌尖的味蕾 馬上被濃濃包覆住 Bravo 前菜你就很喜歡 對 味道非常好 接下來我可以喝個湯 湯是吧 對 這就是 洋蔥 整顆洋蔥 佐以 是 生命之水 來繼續 上面那層 橘卡 什麼樣子 好爛 但是呢簡稱 我們就是洋蔥湯 太簡單了 這樣不法國 不時尚 沒關係我比較實際一點好不好 不是時尚的主題嗎 還是這樣玩才實際 對 我們CP值要高 CP值要高 好香喔 這邊就聞到 他剛剛把那個皮一翻開 哇 那個香味完全就不離而來 然後看到現在 就是因為他那個表層嘛 他把他整個都封住了 所以下面非常燙 好現在我已經表演了 就是大沛被胖到 怎麼了 你是不是眼眶泛淚 你是不是想起 在法國你遇到的那個帥氣的奶 我的後唇有時尚嗎 哦 非常好燙 我喜歡 他炒出來的那個甘甜 哦 不一樣 它這個洋蔥是燉到入口即化 沒錯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甜 是真的這個湯其實是偏甜的 所以你會覺得完全吃得到 它的那個鮮甜的味道在裡面 真的很好吃 這碗法式洋蔥湯 絕對是經典中的經典 濃郁的洋蔥甜味 不只驚豔了阿達和大沛 所有來喝過的人 幾乎是念念不忘 絕對是這裡筆碟的代表作 油封鴨腿做青醬馬鈴薯 泥 泥 法式黃醬 還有什麼法式黃醬 這麼厲害 油封鴨腿你知道它的製程 是非常複雜的嗎 是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這樣要解釋一下 我特別喜歡聽你解釋 就是它要用油去封這個鴨腿 醬北是不是市面上能一一拉長 對 好香喔 我的媽啊 你剛剛露出一絲娘氣呢 那怎麼可能 不是要食尚嗎 小腫子下去 吃吃看 它的鴨肉的味道好香喔 好重 我好喜歡它的皮喔 它的皮除了酥脆 對 然後嗓到有點甜甜的感覺 它一咬到鴨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個肉汁吃起來 特別甜 而且油封鴨腿要做得好 就是它的鴨肉要一絲一絲的 是鬆開的 但是又要有多脂 而且重點是香耶 很香 讓口齒流香的感覺好好吃 流香 剛剛是講話 我聽到了 流香 油封鴨腿是法式驚甜菜肴 低溫油泡數小時後 再放進烤箱 把鴨皮烤得酥脆 裡面的鴨肉卻是鮮嫩多汁 細緻而不甘柴 廢工又廢食的一道 真的太小狠了 吃完這道主菜 是 是不是有一道非常重要的手續 身為一個女孩子很重要 完美的句點也就是 甜點 沒有錯 法式的甜點 是最厲害的 千萬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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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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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可以說英文嗎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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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性感 八文腔 我們今天有兩道菜 這是 什麼 這是 卡拉麥嗎 這是卡拉麥蜂 對 有些卡拉麥蜂 法式酥皮焦糖蘋果派 左翼香炒冰淇淋 裡面那個是很清楚的 可以看得到蘋果的感覺 蘋果本人 對 我的天啊 這是 Buff pastry 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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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也有甜 所以這個 我的天啊 非常甜 有後繼 我的天啊 而且 一開口進去 因為它其實本身它是用烤的 所以它很熱熱的 但那個冰淇淋進去的時候 香草的香味先出來 先冰 但你咬下去之後呢 那個熱氣又散發出來 所以它那個蘋果 它是那種清新的拿去煮的 所以 會帶有一點 口感 會有一點微酸 沒錯 然後刺激你的那個 這邊腮幫子有點緊緊 而且我覺得融合它整個味道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焦糖醬 還有 它這個冰淇淋 即使有點融掉之後 它就是讓整個酥米跟Apple整個 都溶在一起 它把它裡面的那些空隙都填滿 熱情的法國主廚跟我們說 他當初為了愛而留在台灣 從此便愛上了台灣這塊土地 也希望把最道地的法式料理 跟台灣朋友分享 所以吃主廚做了菜 總會感到愛的感覺 今天阿達和大沛能吃到主廚所料理的 雙人法式套餐 真的是太幸福厚 哇 不是耶 氣質應該不錯了吧 為什麼下大雨還要來秦北這邊 因為人時尚的起來呢 這種時候都可以好好享受 喔 那這裡是什麼呢 我跟你說我們剛剛啊 時尚的難度 氣質上面 氣質 對 然後肚子呢味蕾上也時尚 接著呢耳朵打開 啊 對 沒錯 怎麼會有這麼美妙的爵士音樂呢 因為我們就在台中的爵士音樂節 而且我還有備而來喔 我已經準備好這個了 要搶一個好位子 野心要注意 你有自己帶 沒錯 公益善吉士必肩力其輕 台中人太時尚了 我看好多人 雖然現在下的雨 對 但大家呢一樣鋪的地墊 在這邊聆聽美妙的爵士樂 而且他們邀請了非常厲害的 國外的爵士樂手來 我的天啊 沒錯 看到看吧 而且你不覺得台中人這種天氣 還是要過來 就代表他們的那個 心靈素質啊 氣質是 身心時尚 追求的那個是很強烈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一起去 我覺得搶個好位子好不好 應該位子都很好吧 沒錯 好野心情 來 告訴你 這才是今天時尚之旅的最高潮 台中爵士音樂饗宴 天空飄著細雨 但也正好符合Jazz的慵懶與悠閒 完全不影響台中人追求 時尚的音樂享受呢 台中真的好客氣喔 雖然現在下了大雨 但是還是很多人站在草皮上 在這邊聽音樂 我覺得台中人了不起的就是 應該我們從早上 在文化中心的時候 民眾是跟當地的文化 是親身參與的 到現在呢 這邊也是一樣 大家都很熱情的參與活動 走出來待會兒 很多人是地墊的 還有人小贈公園 不行 蘇人不蘇贈 沒錯 在雨中享受爵士樂 真的是別有一番風味 更是一種在都市裡 男人可貴慵懶的享受 另外現場還有各國美食喔 剛剛耳朵算是食尚丸 現在我的肚子是不是需要 對不對 也要來跟進一下 這邊又有國際文化飲食節 各國的料理都有 好 我們是青蛙霸西哥茶廳 爵士限量起司香腸堡 很長耶 不錯吧 而且夠熱情吸引我們 而且它剛剛是什麼 爵士 限量的起司香腸堡 爵士已經很誇張了 但是還有限量 限量這個詞呢 就會被刺激到這樣 那我要吃那個 好 這剛好有剛做好的 真的嗎 真的還沒來 我最喜歡吃這種 欸這胖起來超棒 我幫你拿 真材實料嗎 真材實料 喔天啊 而且你知道肉吃過香腸嗎 嗯 它是最好吃的 皮封的緊緊 你一咬下去 不要脆 脆 那我點的蝦子滴辣呢 女生很愛的親食 我覺得 這個很刺激 欸我們把他的起司 他裡面起司好多喔 真的喔 一咬一咬他就噴不出來了 然後裡面夾是什麼 雞肉嗎 雞肉不用氣 天啊 風美 風美的感覺 別試現這樣 而且你看這麼好的活動 才會配合外面吃的東西 也不簡單 都是國際級 對啦 真的都是台中各地 國際級的異國餐廳 讓大家可以來聽爵士樂之語 又可以一次品嘗全世界的料理 難怪大家就算是鱗魚 也一定要來參與 因為不來真的會後悔啊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呃 有有有 古巴三明治嗎 古巴三明治 古巴呢 這個我們有看過一個電影 就是有很有名的古巴三明治 沒錯 是類似那個人嗎 對可是我們有改良過 我們跟正統的古巴的那個 有點不一樣 喔那就好喔 謝謝喔 欸有些人要問我要吃欸 沒有不是正統嗎 有改良過 嗯對 就是有配合我們剛剛的整個口感 啊這個很重要 哇 還有點彈性 然後裡面的那個 慢烤的豬肉 我們不管了先吃囉 餓了是不是 喔對 欸它這個厲害 你看它的餅 它真的是屬於比較鬆軟 它那個 有點像是我們吃山東大餅的表情 沒錯 我剛剛有講 對不對 你看它裡面那個起司 這樣子的香味 但我覺得它最厲害 它加了洋蔥跟醃的小黃瓜 對這就不會膩了 對 再加上有一點脆的口感 欸這真的會一整盤都想要吃欸 是不是 沒有來了 沒有來了 沒有 它其實有比較大平的齁 對不對 沒有出來 它是不是一般的大對不對 也稍微高一點 不會的長比較高 實在高 實在最實在 來喝酒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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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誰送你 待會兒誰送你 那我開車 沒有啦 怎麼會這樣子 好啦 電影看得多 卻從來沒嘗過 古巴山明治的廬山尊面目 只可惜 這個依然是爵士性的 限定錯過了就明年請早喔 不只肚子裝滿了時尚 連耳朵都還在意猶未盡 沉浸在爵士樂中 今天真的見識到了台中人 文藝浪漫的時尚風格 下次有機會走一趟台中 好好感受一下台中人的時尚風格吧 永場中台灣下次見